我們現在用馬太六章33節 你們要先求他利國和他利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我們怎樣去發掘裡面的神的屬性和恩典 首先我們明白屬性的意思就是它的本質 它的本性 它沒有世界之前 它已經有這個本性了 恩典是神為我們做的 首先解經一下這個 先求他利國和他利義 先求他利國就是關心神的國度 會幫助人信耶穌進入神的國度 第二個意思就是 神作王的地方就是他的國度 因為如果神作王 譬如有一個教會說是神作王 不過其實是人作王的 那些人就會 真的有些教會是這樣的 那些人結束了聚會 看看在哪裡開桌 真的有些人會打麻雀 即是他來到教堂 又聽下道就舒服些 又有開餐 那接著就去打麻雀 那耶穌是不是生命作王呢 那就是 我不是一定說打麻雀 他是完全靈 他可能都有一點點 不過是會好笑 而有些只是想打麻雀 肯定耶穌都不是作王 所以先求神的國度 當然其實打麻雀就是犯罪的 不過打麻雀就是犯罪的 因為賭博嘛 賭博嘛 但是 OK 那是不是賭博的人一定不上天堂呢 他不知罪 他貪錢 他又不悔改 他是可以不得救的 那是不是每一個賭博的人一定不上天堂呢 他有打麻雀 是不是一定不上天堂呢 我就不會判斷 不過他有沒有生命 就是他有沒有生命 通常來說我就告訴你 你真的不要打麻雀 因為這是賭博 牽涉賭博在內 賭博是犯罪的 但我又不能夠說 每一個打麻雀的人一定不上天堂 我又不會這樣說 但是意思呢 我們去回來說 他會先求神的國 他想人進入天堂 他會幫人信耶穌 他又會呢 就是耶穌作王 耶穌作王就是他的國 他的義言有兩個意思 一個就是 基督的義僕在我們身上 叫我們稱義 算為義 不是我們做到的 是耶穌將他完美的義間在他身上 就好像新郎新娘那麼漂亮 然後另外就是基督徒所行的義 在啟事錄十九章講到 我們有我們所行的義 這個就是你先求神的國 想多些人信耶穌 和你會讓耶穌作王 和有耶穌的義僕 和追求遵從神 有自己的義 這樣呢 我們這些一切就加給我們了 這個是經文的解釋 那屬性是什麼呢 屬性首先呢 神是掌管所有物質財富 所有資源 祂才可以給我們 就是一切在祂掌管之內 祂是慷慨的 因為其實我們做的事 不配得那麼多東西 就是你不是說 譬如你說上班 我們得那份糧 但是我們聽神的話 遵從神 那是不是配得天堂呢 就是 譬如你上班 是不是上班 可以得天堂呢 就是不會 因為那個實在很大的禮物來的 所以我們得到的 根本是超過我們所付出的 所以是恩典來的 那好了 祂是掌管一切 有一切的財富 一切的資源 一切的機會 也都是慷慨的 祂也都有其他本性 你不一定要全部講完 不過如果要發掘呢 祂看到誰做什麼的 你有沒有先勤神一個 祂知道的 祂看一看你呢 祂不用看你 祂已經知道你的心有多少是給神的 有多少是給這個世界的 那神已經知道了 那神是會記錄 也都是會賞賜 會審察的 聖經有其他講 就是有火試驗了 那依然祂是祝福的 因為呢 其實人去追求這些 是根本不配得那些恩典的 這個神的本性 那恩典是什麼呢 根本有很多禮物想給人的 已經是準備給你 我們全部包好了 全部包好了 那你一關心天國呢 那這個關心天國 其實是由神的來 所以神的恩典第一樣 賜給我們重生 你重生呢 你就開始就會有新的生命 就會呢 看到神的國這麼好 我想多些人相信耶穌 我就想耶穌話事 耶穌你帶領我 又想呢 遵從神 有耶穌的兒童 就是他心就會有這個改變了 這個就是神那個 在他裏面做功了 改變我們 改變我們呢 但是我們未必聽完話 他會推動的 他日日推動的 日日鼓勵 尤其當我親近神 神的靈更加做功了 那就日日推動了 而當一個人一回應呢 譬如讚美神 神你真的好 一讚美神 他就開始做多些工作了 他就會令到那個人呢 很想有人信耶穌 我自己呢 我發覺我一信耶穌的時候 我很認真 我就發覺我真的很關心人 就開始有些意念 教堂的人 不知道是不是個個都得救 我真的這樣想 是不是個個都信神是真的 我就去問問他們 我發覺很多人都不是的 那於是我就開始特地早回去 教堂 就跟他們聊天 然後呢 完了呢 我就跟他們一齊 跟他們一齊 跟他們一路在路上聊天 就是神給了我這個感動 然後當我這樣做的時候呢 神又會提升 一直給我更多能力 智慧 聰明 是的 在這個過程呢 他就將這一切加給我 就是神呢 由此 創始成終 賜給我這個新的聖靈生命 賜給我動力 提醒我 又給我能力智慧去做 當我做的時候呢 神就給我更高的智慧去做 又給我機會去做 當我做的時候呢 神就一路一路一路供應了 這個就是 神的恩典有兩類的 一類呢 你未做任何事之前已經有 例如什麼呢 耶穌為我們死 我們未信耶穌之前為我們死的了 他改變我們 又是重生 是神改變我們的 然後呢 他推動我們 我們未曾做什麼 他就推動我們 但是有些呢 就是我們回應了他 他就繼續做功了 我們親近他 他就會繼續做功了 我們遵從他 他就賞賜了 就加多點力量 所以我們講恩典的時候 不要只說我們聽話的時候 神才祝福 是我們未聽話的時候 他就感動我們改變了 然後我們改變的時候 他就很歡喜了 他很歡喜 他就繼續加力給我們 他就繼續提升我們 這個呢 就是說 講到神的恩典 由創始成終 改變我們生命 提升我們 欣賞我們 我們任何適合的地方 都欣賞我們 就改變我們 所以呢 這條路呢 並不是難到不得了的 因為你一信耶穌 他改變我們 拯救你 他就開始感動你 走這條路 你親近他 他就會一路感動感動 那你就越走 越順 越走 越豐盛 越來越多恩典 那我們就將這個 放在一起 就是說 這條路並不是困難的 好了 警告 有很多人不知道 先求神的國和他的義 這次先加給我們 先加給我們 並不代表是賺回來的 因為我們 就是好像 你撿一張椅子 神就送奸谷給你 你撿一張椅子 是好笑的 你給一杯涼水 神就給了 你的天堂奸谷給你 就是很不合比例的 是很大的禮物 所以依然是恩典 不過是因為人有回應的時候 神才會把這些恩典賜給我們 好了 他警告是什麼呢 有些人以為 信耶穌做什麼都可以了 不要緊的了 那麼多人都說謊 我又說了 那麼多人都罵人 我又罵了 不悔改 他就以為 他就只是賴神 我家裡都是吵架 人都不做事 我有病 我又做工 就被人炒肉 他就賴神 這個就變成了警告 那麼如何呢 清理垃圾 我們到底看神有多看重呢 神有多重要呢 有沒有看重神的天國 想多些人說 神有沒有親近神 被神改變呢 有沒有遵從神呢 如果有遵從 這個第一 清理垃圾 如何第一 清理垃圾 第二就是親近神得利 越親近神 神就越提升我們去侍奉 第二就是親近 第三就是實際如何 實際如何去先求神的國 見到有人就關心他 柔和的心幫他 神就歡喜了 然後發覺自己裡面有掙扎 不是很想聽話 就知道自己不想被耶穌作王 我們就求神赦免我們 求神幫我們有動力 我真的去把耶穌 明明想犯罪 立刻說不要犯罪 犯罪就有破壞性 我就遵從神了 也都追求神的 耶穌的義譜 和遵從神的義 走出神的吩咐 每一件事改變 這樣呢 我們就可以放心了 也不是說自己夠好 我們不是完美 但是我 我是真的這樣做 神就很開心了 於是我就可以喜樂 神就將一切加給我 也都加的時候 沒有加上憂慮的 是喜樂 歡喜快樂 去跟蹤神 我先用一個查經的方式 查罷替 六張三十三千 有沒有問題 剛剛有人問 打麻雀 賭錢是罪 不玩錢那些是罪 那你不玩錢 可以當作一種遊戲 是可以的 不過呢 它有不好的地方 是什麼呢 第一就是不要見證 譬如假設 我去跟別人打麻雀 不玩錢的 不過 人家見到 有一點點打麻雀 真是叛倒人 所以這個會叛倒人 亦都浪費時間 一打傷 真的都幾長時間 浪費時間 OK 有些人 他有些活動 老人家沒有什麼做 做他 我都不會說 即是他沒有賭錢的 我都不會說 你一定不可以打 不過呢 我都要問問他 你有什麼可以做為耶穌而做呢 讓你可以發揮生命呢 即是 你只要打麻雀 就沒有賞賜的 這些神不紀念的 嗯 亦都是浪費時間 因為我的時間 可以祝福人 走到街上 跟別人聊天 關心人 都可以有 等待會兒 既然他們保重 你們 一杯 晚上 你們 走 他們 過 大 一個 一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